OpenAI今天宣布推出了iPhone的官方ChatGPT应用程式 ChatGPT一直可以在网页上使用 也透过多个第三方应用程式在iOS上提供服务 但其中很多只是诈骗应用程式 而这个正式版本将为用户提供一种安全的方式在外出时使用ChatGPT 适用于iOS的ChatGPT应用程式 ChatGPT应用程式可同步您的对话支援语音输入 并将OpenAI最新的模型改进带到您的手机 ChatGPT iOS功能介绍 ChatGPT是一款基于人工智慧生成模型的聊天机器人 可以回答各种问题并提供建议 OpenAI表示ChatGPT可以协助处理以下各项 及时回答不需要浏览广告或多个结果 即可获得准确讯息 个性化建议 寻求烹饪、旅行计划或撰写精心讯息的指导 创业灵感、生成礼物想法、概述演示文稿 或写出完美的诗歌 专业指导 透过想法反馈 摘要概括和技术主题协助来提高工作效率 学习机会 以自己的节奏探索新语言、现代历史等等 ChatGPT的历史记录在多个设备上同步 因此您可以在网页和iOS设备上查看ChatGPT的对话内容 而且它还整合了VSpar语音识别系统 目前ChatGPT for iOS仅限于美国商 但OpenAI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将其扩展到台湾和其他国家 OpenAI公司表示 根据用户反馈 该应用程式将不断改进功能和安全性 ChatGPT应用程式可以免费使用 但ChatGPT Plus服务每月需要支付19.99美元美元 这和网页版的价格相同 Plus服务提供即使需求高时的可用性 更快的回应时间以及优先访问新功能 例如更先进的GPT4版本的权限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 GPT的第一条 郭視知3 张冠造成